不要问我为啥蹲在这里一动不动 因为这里是我上局的撤退点 就在我蹲的这个地方 在我撤退的时候 突然冒出一个人直接把我给溜了 我心态真的炸了 唉 到了半天却被人蹲了撤退点 这局我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 我也来蹲 我还就不幸了 哼哼哼越想越气 上局我那么多东西全被硬了 这局拜托给我来个高幅上爱吧 救救你了 唉 我就这样短了十多分钟 愣是没人撤退 完了 估计是短不到了 你们看 地图上同一个地方同时出现两个boss 我要去打 这个时间点大多数人都撤退了吧 那这样boss就是我的了 嘿嘿嘿嘿 但有个问题 我两把预期都什么事 子弹撞37番 我怎么打呢 这个时候既有凭运气 我去主城交易那个地方 希望里面能买到一把枪和一些子弹 哦 nice nice 有狗杂和子弹都能买 就买一把狗杂 子弹只能买锈石弹 能带多少就买多少 这个子弹伤害太低了 打两个boss的话 没几百发够呛 两个boss先打哪个呢 呃 这个好像不动了 咦 奇迹怪怪 我打他那好像也不动 那就打这个红裤茶boss吧 这个掉的东西你拿个好 哦 这个红裤茶那是喷子 大人还蛮痛的 现在时间只剩下了五分钟左右 不知道还能不能刷挖两个boss 搞定 哇塞 不亏不亏 掉了一个六击甲和一个独眼蛇四季头 转大了兄弟们 嘿嘿嘿嘿嘿 再去打另外一个 另外这个我不把那个打死他不会动 现在就开始动了 这个的话我不希望他能掉山好东西 他从来没掉过好东西 时间可能不太高了感觉 看剩下一百八十秒 搞定 粉色 又没掉好东西 哎呀呀 有人有人 什么呀 这个人 这个时候还有人 哇 我真的是服了这些人了 他一直不开枪 叫得我把boss打完了再揣紧了 真的是绝了 而且时间只剩下两分钟还要过来 真是气死人了 还好还好 刚拿到六击甲还在 第二个boss也是粉丝的东西 还不算太亏 只是我真的是无法想象这些人到底有多瘾 我太难了 好了 我是唐星 下期视频见 拜拜 by bwd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